这还经历了两天无聊的全明星杂派项目以后 明天全明星正赛终于要来了 作为缩球界的算命天花板 演出法随的K格之王 以及互联网第一爱库 在2月10日的时候我就预测 斯蒂芬库里必将击败冤令斯库 赢得这场男女同台竞技的冠军 结果果不其然 今天哥哥成功捧得金腰带 那么明天的全明星正赛 我大胆预测 斯蒂芬库里必将拿下全明星MVP 原因有三 第一全明星正赛几乎没有防守强度 非常适合远头能力出众的球员刷数据 因为大家都不防 所以全场的大部分时间 相当于平时的投篮训练 这点上来说 与库里平时的比赛调性也是相当的接近 移动长城加持之下 哥哥面前的防守球员通通都被推走 斯蒂芬早已将空位投篮 练习到了NBA的至高境界 全明星赛大放一踩 绝对不在话下 第二今天斯蒂芬库里刚刚赢下了NBA历史首次男女重台竞技 三分球手感热的滚烫 明天的全明星正赛极有可能延续今天的手感 如果说别的选手还需要一定时间进入状态 那斯蒂芬开场就是满功率 第三 今年的全明星正赛取消了队长选人制度 而是重新改回了东西部对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西部的阵容 詹姆斯已经39岁了 全明星他早就打腻了 历史总票王 早已对这项赛事完全佛系 不会与库里竞争 杜兰特同理 年龄大 身体有伤 明天估计不会打多久 也不会威胁到库里 伦纳德和乔治两个朴实无法的实力球员 从来不是全明星赛的漏脸选手 完全不搞花里胡哨那一套 不会威胁库里 约提琪东提琪 两尊佛系大神 在他们眼里 全明星赛都不如吃汉堡和可乐有意思 不会威胁库里 农眉和布克身上都有伤 也不会威胁库里 唯一会和库里竞争MVP的只有三名球员 爱德华兹 唐斯 以及亚历山大 其中唐先生也没啥资格 他的肢力混不到几分钟出场时间 爱德华兹投篮手感过于飘忽不定 威胁也不够大 最能威胁库里的选手就是亚历山大 只要库里扫给他全球 这届全明星MVP将有50%的概率 花落就近三 第四 我忽然又想起了原因四 所以再加一条 斯蒂芬库里近年落选了全明星首发 所以他非常的生气 明天必定会全力出击证明至极 所以2024年全明星MVP 非库里莫属 如果我预测错误 明天直接给哥哥插情歌 想点歌的也可以点歌 如果合适我就采纳 如果最终哥哥成功斩获MVP 我将写一首情诗送给哥哥 感人肺腑的那种 里外我都不能让哥哥受委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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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